是自己。 李儿呼吸有些急促了, 不仅是他呀, 李建成脸上都泛起一抹喜色, 说道, 严正之弊端, 或许能靠这个抵挡一空啊。 严正最大的问题, 是豪门望族掌握着严迟严景, 包括又不限于五星期望, 而这些人把持着严景严迟以后, 连账目都可以作假, 导致每年盐税越收越少, 去岁一整年, 盐田史司收得的盐税才不到一万八千贯, 这一点, 李建成当初当太子监国时, 便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个弊端, 所以啊, 从大唐开国起, 李建成一直在上授礼远, 该如何把严迟严景 从豪门望族掌中拿回来, 由朝廷亲自贩卖, 说白了就是将严迟严景, 从私有变为国有, 但每次都被驳斥, 李建成知道, 父皇不是不想收回严正之根本, 而是无法收回, 太困难了, 遇到的阻力前所未有的大, 当初大唐开国, 那些豪门望族也是出了力的, 依附他们的朝廷官员不在少数, 一旦有动豪门望族手里的严迟严景, 必然会遭到剧烈反弹, 就像是前随的隋阳帝, 隋朝灭亡之根本除了其他因素外, 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动了豪门望族的利益, 即便是大唐开国以后, 豪门望族仍然对于皇权拥有着很大的制约, 皇权和门阀之间的斗争很早就有, 很多的官员多是一些门阀贵族子弟,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象, 前隋朝廷废除九品制选拔官员的方式, 使用了科举制度, 虽然李建成明白这一制度的实行是非常正确的, 让许多的寒门子弟都能通过科举, 成为官员为国家效力, 但是这也严重地让豪门望族的利益受损, 所以前隋灭亡之根本, 说到底还是门阀和皇权的斗争, 而如今大唐朝廷想要收回盐池盐警, 也是一样会让豪门望族的利益受损, 遭遇他们的剧烈抵制, 也是可想而知, 但现在不一样了, 李建成眼睛发亮地望着旁边吃核桃的八岁孩童, 李太竟然能从挖矿去盐, 而且质量又远远高于海水卤水制出的盐, 盐矿是什么, 无用之物, 毒物, 豪门望族唯恐避之不及, 有了能从矿岩中提炼白岩的本事, 再加上无人会药而树木众多的矿岩, 何必再想着去将豪门望族手中的盐池盐警收回来呢, 完全没必要了, 李建成喜不自盛地说道, 陛下, 你这一招厉害, 臣佩服, 有了挖矿之言之能, 咱们不仅可以让五星期望的一切算进落空, 更能反将其一军, 李太吃着锁剩不多的核桃仁, 嘖嘖了几声, 反将其一军, 抱歉, 我没那个功夫,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这帮处于封建社会的地主知道, 生产力提高会意味着什么, 对于五星期望的社局, 李太打从一开始就看不上, 屁帮老地主能翻得了什么天, 老子可是从未来回到大唐的, 未来最牛批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现在用不上的制度, 也不是现在造不出来的武器装备, 而是提高生产力, 就像是盐, 大唐现在只有青盐, 老子拿出白盐, 吃了老子产的纯正白盐, 你们还能吃得下去色苦味的青盐吗, 有减入奢意, 有奢入奢难这句话, 可不是在说小, 清雪, 为父有个问题, 就在此时, 李二忽然语气带着一抹惊异道, 这挖矿之言之法, 你是如何想到的, 李太眨了眨眼, 小手指向曹正纯, 奶声奶气地道, 他跟我说的, 刷他一下, 三人将目光看向了曹正纯, 曹正纯嘴角抽出了几下, 很快脸上露出了阴柔之相, 点了点头, 他哪里懂得什么挖矿之言之法, 但是李太说自己会, 那自己就一定会, 陛下的话就是真理, 看到曹正纯点头, 李建成李元吉猛地转头看向李二, 目光逐渐地古怪起来, 这个曹正纯好像一开始并非是听命于李太, 而是听命于你秦王啊, 你就把这么一个大财扔给了李太, 李二也是听懵了, 挖矿之言之法竟然出自曹正纯, 出自秦王府的仆叶, 卧槽, 悠悠苍天啊, 何宝于我, 李二揪心地疼啊, 老子到底错过了多少人才, 要是早点发现曹正纯有这样的本事, 他们皇位早一个月就能给他抢了, 李太也不知道李二的想法, 不然呢, 得给他扔俩白眼, 简直是想下了心, 曹正纯可是自己用东厂番子卡换的, 原来那位秦王府仆叶啊, 啥也不是, 至于从旷言中提炼白眼, 李太不想让人知道是自己的主意, 目秀于林, 封闭催之, 这皇位才做到第三天, 能借着八岁这个年龄, 忽悠满朝文物几天是几天, 现在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真本事, 一旦被针对, 反而是不妙, 到时候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了, 李元吉忽然好奇道, 陛下, 挖矿之言产量是多少, 话音一落, 李建成李二也都好奇了, 对呀, 这样的白眼产量几何, 应该很难产吧, 李太看了一眼曹正纯道, 产量是多少, 这我哪知道啊, 曹正纯付费了一句, 小心翼翼地看着李太, 说道, 一万斤, 李太忍不住地翻了翻白眼, 你就不能往大点说, 我调动了原从禁军一万人过来挖矿, 还有这么多使用化物显形能力提取出来的精密装备, 一万斤能打得住吗? 然而李建成听得却一个机灵, 失声道, 啊, 日产量竟能一万件, 若是放在东西两市贩卖, 一斤六百文来算, 岂不是一天就能卖出六千块钱? 李二李元吉忍不住地抽了口两起, 一天六千块, 那光是靠着这些白眼, 岂不是一个月能赚十八万块? 看着三个人一脸震惊的模样, 李太陷入了沉思, 还是不要告诉他们真相了, 日产一万斤白眼就能把这仨震惊成这样, 需要是再告诉他们, 其实日产量远远不着这些, 恐怕得翻好几番, 还不得吓死在这儿? 忽然远处传了一道马蹄声, 众人偏他望去, 审恋带着数十位皇宫侍卫, 再次赶着马车从查安城方向徐徐而来,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齐齐盯视着马车上, 那一个个母乡太熟悉了, 每个箱子里装着五十罐, 而现在在他们面前放在马车上的 整整两千个母乡, 夹起来足足十万贯, 李太小手一挥, 乃声乃气道, 走, 去见赵杰, 三人默然不语地跟着李太, 跟着李太朝着赵杰的放下而去, 盐矿之处, 赵杰一脸疲倦地将又一块矿盐扔入竹篓, 挖了一天的矿, 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得成迷, 但听到麾下有人说陛下来了, 不由浑身一震, 赶忙强承着精神来到李太面前, 抱拳道, 陛下, 李太上下打量着他, 刚见到赵杰时, 他还精气神十足, 干了一天挖矿后, 整个人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指了指审恋赶来的马车道, 今天就到这里, 你带人回去休息, 回去之前把两千个箱子分了, 赵杰偏头望过去, 眼睛越睁越大, 赶忙担心跪地, 声音发颤道, 莫将, 谢陛下卢恩, 说完, 他回头冲着还在挖矿的世俗们大吼道, 都停下来, 过来领陛下赏, 一句话瞬间造成轰动, 原从建军一万名士族, 一脸惊喜地望过来, 李太也不废话, 挥了挥小手, 短时两千个箱子一同打开, 十万贯, 一文不少, 原从建军士族们呼吸都急促了, 忽然, 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陛下万岁, 陛下万岁, 万岁, 兴奋的高呼声, 不觉悦耳, 真像是到月底领公司的时候的样子, 李太笑颜颜地看着他们, 让沈恋亲自来发, 随即把赵杰叫到一边, 从马车上单独拿出一个箱子, 一脸认真地交给他, 赵将军, 这是给你的, 此次你指挥有功, 你单独拿五十块, 赵杰一愣, 随即连忙抱拳道, 臣, 谢陛下, 李太一本正经道, 赵将军, 你掌管原从进军也有不少年了, 五十罐钱对你而言, 自然不算多, 但有一件事, 你得知道, 从五姓七旺捐赠朝廷一百零五万罐以来, 文武百官都急着要钱, 三省六部十二司也都急着这笔钱, 但全被我给按住没给, 现在你和原从进军是第一个领道钱, 知道该怎么做吗? 赵杰神色一速, 沉声道, 嗯, 沉, 明白, 李太笑着道, 我也不要原从进军做别的事, 就是每天带人挖挖矿, 能不能做到? 赵杰连嘴一笑道, 陛下所说, 臣定当遵命, 好, 李太嗓音稚嫩道, 你可以回去了, 臣, 告退, 等赵杰毕恭毕敬地离开后, 李建成轻笑了一声道, 嘿, 这位赵将军心里可能在想, 以后原从进军要转翻了, 换作是我呀, 肯定会和他一样, 不过现在也不一样, 李建成瞥了一眼, 正在发钱的闪恋, 和眼巴巴领钱的原从进军士族们, 摇头叹息道, 对于朝廷而言, 有了白言, 这下都是小钱呢, 只是十万块就这么洒出去, 李建成感觉有些肉疼, 李太一脸认真道,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舍不得你家媳妇套不住流氓, 李建成无语, 你这比喻合适吗, 什么就舍不得我家的, 李建成门横了一声, 不想理他, 李二瞅着他, 语气悠悠道, 你用钱躺, 来收买原从进军, 李太眨眼道, 不行吗, 我有钱, 你他妈说的好有道理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